11月27日 台湾艺人高乙祥在内的《录制浙江卫视追我吧》节目中 因新缘性猝死离开了我们 12月27日高乙祥去世后的一个月 她的女友Bella在社交网站上更新了一条动态 这是高乙祥去世后她的首次发生 Bella在动态上发了一张雪景图 配文一起看雪吧 看得出来这句话是对远在天国的高乙祥所说 这一个月对于高乙祥的家人和粉丝们来说是漫长的一个月 对于马上就要和高乙祥结婚的未婚妻更是非常煎熬的一个月 从高乙祥去世后 她的女友第一时间以最快速度飞赴浙江 一直强忍疼痛帮助高乙祥的父母处理后事 高乙祥遗体运回台湾后 女友Bella一直守在灵堂 后事料理好之后 高乙祥的朋友和家人们多次举办活动怀念高乙祥 好友将婚礼视频换成了高乙祥 朋友们为高乙祥举办了一场篮球赛 赛后合影中我们可以看到Bella穿住高乙祥生前的九号球衣 并且好友手中拿住一件九号球衣 那是高乙祥以前穿过的 12月25日 Bella陪双方父母一起过圣诞节 节日当天高乙祥好友与家人们又聚在一起 合影中可以看到Bella穿住一件圣诞节毛衣手中抱住高乙祥的狗狗 在沙发上还搭住一件一样的毛衣 看来是留给高乙祥的 爱人突然去世 对于23岁的Bella来说是多么大的伤痛 如果没有这场意外 明年二人就会结婚了 事情发生后 高乙祥的很多好友 合作过的朋友都表达了惋惜和对高乙祥的追忆 曾与高乙祥一起拍过《再见王力川》的焦俊彦 第一时间表达了哀伤 没有想到 高乙祥真的成为了王力川 粉丝们对于高乙祥的离开一直无法相信 但是更气愤的是对浙江卫视的处事态度 私人以示 多说无意 愿她安好 愿她爱的人安好 愿爱她的人安好 阅读更多新闻 高乙祥女友抱爱犬过圣诞 双方父母开心合影 Bella情侣装好心酸 昨天是圣诞节 节日气息浓厚 所有人都在欢度节日 高乙祥的女朋友Bella也跟住家人度过了这一天 她抱住高乙祥的宠物狗D.O出现 双方父母也都在场 高高的很多朋友比如陈剑舟 毛家恩等等也有出镜 在大合照中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沙发上还有一件和Bella身上一模一样的衣服 大家都猜测这是Bella给高乙祥准备的 旁边的书架上还有两个篮球 如果高高没去世的话 Bella就是高家的准儿媳了 未来我们还会看到他们两个结婚生子 但现在Bella却要一个人担起照顾二家的责任 真不容易 更难的是节日里的那一份孤单 照片中双方父母都在微笑 他们真的太让人令人刮目相看了 在悲痛中笑住 贴面 豁达 温馨 感动 他们把悲伤埋在心里 微笑住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也终于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可以培养出高高这样优秀善良又绅士的孩子了 圣诞节明明是情侣欢度的日子 Bella准备了情侣衣只能一个人穿上 Bella对高高的爱乐是深切 我们看到旧越南觉得觉得心酸 虽然高高已经不在了 两家人还能一起开开心心过圣诞 足见关系之亲近 相信就算Bella没有嫁给高高 两家人的友谊却会一直延续下去 除了圣诞节给高高准备情侣毛衣外 Bella早前还在缅怀高高篮球赛上穿住高一祥生前最爱的九号白色篮球衣 拿住篮球与大家合照 而好友蒋身尾还拿住高一祥另一件九号篮球衣 圣诞合照里的其他好友黑人 毛家恩等也有出席这场篮球赛 Bella也被发现头发染成紫色 指甲也是紫色 而紫金色正是高一祥喜欢的胡人队的象征色 昨天圣诞节高高的另外一个朋友蒋身尾 虽然没出现在合照里 但他也很想念高高 哭住直播怀念高一祥 唱两人都喜欢的歌给粉丝听 粉丝纷纷安慰他不哭 他和高高在十多岁的年龄相识 情同手足 这种悲伤是装不出来的 高高生前热爱生活 喜欢小动物 他养了一只狗叫蒂欧 这只狗狗经常和高一祥一起出镜 小巧可爱 对了蒂欧还有自己的社交账号 圣诞节当天 蒂欧的社交账号更新了 照片中他带着红色的蝴蝶结庆祝圣诞 张住嘴巴 伸出舌头 好像在乖乖地等住爸爸回来 但他却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爸爸了 都说动物有灵性 想必他也会伤心吧 既然高高已去 想必Dio的账号现在也是Bella打理的吧 圣诞节当天Bella给狗狗打扮好后更新了照片 还抱住狗狗和大家合照 这一个个小小的举动都是在无声地表达对高高的思念 高高去世这么久 至今依然没能等来浙江卫视的一个道歉 浙江卫视2020跨年演唱会门票目前已正式开售 主题定为了感恩有你 主持人华少和超过50位明星重温2019年的幸福和感动 面对感恩有你这个跨年主题 网友纷纷吐槽浙江卫视没有心 不知道高高最终能否等来一个道歉 不过是者常依依 生者如私夫 高高已经离世 剩下的人更好加倍好好生活 因为他会在天上看住大家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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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